勾穿模型之后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要把我的模型就是保存起来吧 因为一会咱们读起来 读一下再用啊 你不可能说你这个kernel就是训练完一次 然后咱就是每次都冲突开始执行 这个东西这个时间等太久了吧 每次冲突执行一遍 所以说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给存下来 你可以把这个模型存下来 你也可以 其实存模型相当于什么 就是存你那个这个每个项链嘛 每个项链像一个key value对嘛 key就是一个词 value呢就是当前这个词啊 它对应的那300个项链嘛 你可以给它存成一个npy 就是npy就是保存下来可以 你可以用wordwriter存成一个 它专属的一个model啊 也是可以的 存成哪种方式啊 反正都行啊 看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吧 这块咱们就只用wordwriter 它的一个api直接点save一下 存到了我们当前这个模型当中 存完之后啊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就会多了一个东西 多了什么 咱们来看 多了这个东西 你看这都多了一个model吧 所以说一会儿啊 咱们在调用的时候 也是调用这个model也可以了 这个就是wordwriter存完之后啊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model 有了这样的一个model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基于啊 我这样的一个model 然后去干什么啊 去进行一个磁像量啊 先进行测试一下 看一下你这个东西啊 就是做的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model啊 看一下呀 它是什么磁最相近啊 看一看你这个东西做起来 合不合适 那其实呢 就是咱们这个磁像量啊 训练的有一些不科学 不可以在哪啊 这个数据太小了吧 才一万个样本啊 一万个样本当中 每个样本它词也不多 所以说这个磁像量啊 训练的相对来说是不太科学的 你也可以怎么用训练啊 你可以用一个大的语调库 进行训练嘛 反正我训练的只是一个磁像量嘛 磁像量啊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非常大语调库 单独来训练 然后呢 到时候你拿到这个语调库当中 去选词 这是不是也可以啊 但是咱们这块啊 就是为了大家训练的比较快啊 都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啊 一直用叉叉叉叉叉 就能完成 你说让你等个几个小时 我估计你也不愿意等是吧 大家可能就是听课 有这样的感受 这个东西我能尽快的先做出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 你一旦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你说一旦要等 这个东西就比较难受了 其实我也这样 我做东西的时候啊 就是我很少用的 就是做科架的时候 用个大数据去做 大数据去做的时候 这个东西啊 要不要 要不要就是跑几个小时 跑几个小时 来回改 这个东西太慢了 而且大家做起来 用花个一天时间 光在这等 是不是也比较麻烦啊 最好就一直就 出来了 出来了 这比较好 看一下吧 什么是大哥啊 跟大哥比较相近的 徐文强 黑老大 跟这个乞丐 跟这个圣玉 有什么关于皮特啊 皮特是谁呢 应该是个电影 他说名字吧 反正这些啊 就是跟大哥比较相近的 哎 看起来差不多是吧 但是差点 其实来说啊 差差点意思 是吧 差了一点意思 差在哪啊 因为咱们数据量比较小 所以说 得出于结果还不是那么好 到时候大家 用十万数据来去再做的时候 效果肯定要比这个要强得多的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看了一下清华 跟清华 什么比较相似啊 一说清华 都是牛逼大学 是吧 你看 这个大学哪个不牛逼啊 哪个都牛逼是吧 所以说清华 北大 人大啊 福大啊 一说清华 都是牛逼的 所以说这个 咱们磁现量够造出来之后 咱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磁现量 构造的怎么样 现在每直线一步啊 其实为什么给大家选 用这个notebook 去做这个案例啊 就是让大家边做边测试 做完一步 你就测一下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有问题啊 急着去改 但是这个notebook啊 它也有一个局限 就相当于是 没有底霸那个功能了 所以说怎么办呢 你看我这块 就是这什么 这是一个 在我的 当中啊 就是 我不光要去做一件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工具啊 顺便介绍一下吧 就是我们 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啊 我们不光可以去 用一个 那什么 用一个notebook去做 你可以拿一些ID去做啊 ID比如 Python当中有PXM Eclipse啊 都可以啊 我们可以选一款 自己趁手的嘛 就是你愿意用Eclipse 愿意做Eclipse 愿意用PXM 用PXM 再写随便 我用Eclipse的原因啊 主要在于就是 它比较方便去 构造一些其他的工程 你看我这块 你看我右边 都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一个 写Python的一个环境 这是什么啊 MapReduce 写Hadupe的环境 这是Debug的 这是写Java的 这是写Java意义的 所以说 这个都可以来回切啊 我这一个 创建一个项目 我可以创建个Java的 可以创建一个 C++的 可以创建个Python的 我还可以在这块 部署MapReduce的东西 就是Hadoop那一套嘛 所以说就是 我觉得因为Eclipse啊 它是方便 如果说 你要做的事比较多 因为我这边 就是经常会 来回去 做一些其他事情 所以我就是 一直用这个东西啊 用的比较久了 然后你看 这是用什么 用Hile去做那个 Circle处理 大数据东西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啊 都可以的部署过来的 那这个就是 我的一个环境 在ID当中 比较方便一点 就是 你可以去看 看它的原码 然后呢 你还可以去看什么 你还可以去看它的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 debug一下 debug当中 你就可以看每个词啊 它都什么东西 所以说 一般啊 我在做事的时候 用的book 做数据处理 做数据展示 当然非常方便的了 但是 真正啊 要你构建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项目的时候 咱们还是基于这些ID去做的 不debug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啊 你写那么一个函数 你可能都得debug半天啊 这个就是 告诉大家 最好两手准备 有一个nodebook 做展示 做预处理 我们再有一个 就是 Eclipse 或者是IDE 其他ID 然后 做一些debug啊 去写代码 一般都用IDE去做的 然后接下来要干什么 接下来是不是说 哎呀 现在我这个东西都已经有了 然后呢 我要把 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 这个 这个东西 我这个nodebook 怎么出一些问题 我看颜色怎么这么深了 这块 不管了 它颜色深就深吧 然后这块就是 我现在是不是训练好 word to vector模型了 然后又干什么 我跟前见门时候 是不是说 基于用户的一个搜索 然后求它的一个平均向量 当成用户的一个向量啊 也就是说 在这里 我要构造一个用户特征了 那其实啊 关于这个用户特征啊 咱们这块做的比较简单 我只用了一个word to vector 去构造一个特征 你能不能用其他方法 去构造特征啊 当然也可以了 用一个TFIDF的一个值啊 或者说用一个主题模型啊 这些东西啊 我们都可以给它加进来啊 其实过特征方法有很多 只不过说在这里呢 我们是直接啊 直接有当一些 直接用word to vector去做 因为word to vector 应该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你说把word to vector 做进来 相当于是一组特征 其他的再提基于特征 可不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啊 这块只是 咱们选的比较单一啊 选一个 到时候大家在做的时候啊 也可以用更多的方法去做啊 这都可以的 然后呢 第一步干什么啊 就是这块 我先把我们的模型架进来 模型架进来啊 直接你去load一下 刚才word to vector啊 去你不构建好模型吗 然后存到你的本地当中了 把本地的模型啊 读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块啊 就是我做一件什么事啊 这块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你看我是先构造什么 我先构造了一个 document的victor 现在什么啊 就是 一个人 它的一个向量 或者说 所有向量的一个合集吧 你看 windon page zeros 里边传建了什么啊 里边传建了 是一个lance lance什么意思啊 这个lance啊 就相当于是 现在啊 咱们一共有多少数据 比如说一共有 将近一万个数据吧 那一共就是行 是有将近一万个吧 相当于是每个人 然后每个人 它的一个向量维度 咱们应该多少啊 应该是300吧 为什么呀 因为就是咱们向量 就是一个词向量维度是300 所以说你多个词 求个平均 那最终 它的向量维度 不也是300吗 所以说啊 这一块我先定义好了 当前啊 它这个人啊 它的一个向量 是等于什么的 人向量呢 就是样本个数 然后乘上 每个人向量300为 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这个人做好之后啊 接下来干什么 是不是每个人 你都要去算啊 在你算每个人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 每条样本去算啊 flying lance 每条样本去算的时候 每个人的向量 你也先出一块出来吧 那么一个样 就是整个 是一个样本个数乘300 那一个人 那不就是一个1乘300吗 所以说啊 我还是先占这个坑啊 nipide zeros 我先把这个坑啊 给它占过来 占过来之后呢 然后干什么 是不是说 我要求每个词向量啊 每一个词啊 我先拿出来 刚才咱们看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说词和词之间啊 都是空格为分格符的 以空格为分格符 先把人和人啊 分得开 人和人分得开的时候啊 然后接来干什么 切完之后啊 每一个都有词吧 每个都有词 那我就来看一下吧 这里啊 就做了一个判断啊 就是因为这块 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咱们先保证啊 这个词 是在你的梦想当中的 我再去加 对于每一个词来说啊 比如这个人搜索的 一系列关键词 每一个词都有向量 一个词一个向量 一个词一个向量 对应上吧 所以说在这里 我进行了一个统计 统计什么啊 先去算它的累加核吧 相当于啊 就是把所有的词向量 比如说他搜索了100个词 把这100个词都加在一起 然后得到了一个 反正也是300倍的 然后最后要干什么 最后再除了100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在这里啊 就相当于是 求每个用户的 它的一个平均的 一个词向量 那一个用户有了 用户比如说 当前是第几个样本 我都会有它的一个缩影值吧 那每个用户来了 它都是有这样一个缩影值 有缩影值之后啊 我把我的一个用户 然后呢 和我当前的一个 我的一个样板对应上 这不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这块我就相当于是 对每一个用户啊 都构造好了 它当前啊 就是它应当的是一个向量 应该什么东西 择完之后 然后咱们可以打开 打印来看一下 就是一个用户 比如说当前用户 它的一个总共情况什么样 总共情况是9988 乘了300 一共有9988用户 每个用户啊 它只有300维的一个向量 这个意思 然后呢 最好就是 你得其中打印一下 看一看其中某一个向量 它也没有什么问题 看这个World2Water 择到向量 基本上这样 就是每个向量呀 它的一个每一个位置啊 基本上都是从负一 到正一的一个值啊 值不会特别大 当你看到向量当中啊 有一些值特别大 那肯定出现问题了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量 300维的一个向量啊 这写的蛮大的 三维向量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磁向量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有磁向量之后啊 接下来干什么呢 接下来是不是说 我要进行一个预测呀 预测什么啊 基于用户的就是行为 在这里就是我们构造成了一个向量 基于它的向量啊 去预测它的一个标签吧 那这块你还得让它标签拿到手吧 那么刚才是不是构造了 三个标签的文件啊 三个标签文件 相当于就是我的一个 Label值了 Label值啊 就是在这里 你看这就是我的一个标签值 标签啊 相当于就是这么一列嘛 这一列当中 这个Excel打开得了 30K比较小 你看这个列当中 它有一些标签值嘛 所以说 咱们先啊 是把这个标签值 给它拿到手 拿到手之后啊 然后咱们再去 用它标签值 进行一个预测 这块呢 我就把它的标签值啊 拿到手了 基于888啊 它这是一个个手 然后三个标签都拿到手 然后在这个标签当中啊 发现有一些问题啊 就是 有的一个标签当中啊 有一些零值 但是这个零值啊 相当于就是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缺失值吧 缺失值啊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填充 所以说有缺失值 在标签上是缺失值啊 这个我们就暂时不用了 这块就进行了一个过滤 相当于是 对你要去做的一系列的任务 先去进行一个清洗 看一下有没有缺失值啊 缺失值这里它都是零啊 零相当于是没有一个合适类别 那怎么办呢 没有就过滤掉呗 怎么去做的 它这里啊 这块相当于这么个事啊 就是你看这个南派两端 这种什么意思啊 它会找出来那些非零的一个索引 有了非零的索引之后啊 我同时把这个索引 传到我的数据和标签当中 是不是接来有的什么 有的就是都是非零的一个数据啊 但是啊 你在做的时候 一定就是数据和标签对应上 它俩的一个 一定就是能对应上就完事了啊 做这样一件事 然后这块相当于是对零值啊 做了一个过滤 然后过滤完的一个结果 我下面打印了一下 就是原来你看 它都是一个9988啊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一个大小吧 过滤完之后啊 可能还不一样 有一些零值比较多 有一些零值啊 它就比较小啊 这就是你看 有的是过滤多少个 有的过滤好几百个吧 这个就是我过滤完之后啊 它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 那这块相当于是 我们已经做好了两个东西 特征已经做好了 咱们是构造了 每个人的磁像量吧 都是300倍的 然后标签也有了吧 标签就是这个人 然后1234567啊 它这是一些数值 对于是